今年的阿台經濟合作會議 APEC 十一月十六到十七 要在智利基盤 總統創英文再去調查到記者會 選擇由台積電的創辦人 中長模來擔任領袖的代表 中長模今年是第三次做APEC 領袖的代表 中長模面對著為替問問題 就開始就來標台 沒有要回答人好 政治的問題 總統創英文台積電創辦人 中長模和夫人中修芬 作為出現在總統府記者會 創總統選擇 今年十一月十六九十七 在智利聖地亞哥記性APEC 經濟領袖會議 由中長模代表 八位中長模接受媒體訪問 因為正是總統選舉 正義民間時期 中長模一開始就成功 但是大家也是真好奇 台積第三次出馬做APEC領袖代表 那不是田創總統 那之前傳出韓國瑜想找您當副手 我是報紙上看的 沒有這回事 中長模在丹水銘做總統的時候 第一次做APEC領袖代表 去年竟然創下 跟美國副總統彭斯 進行雙邊會談 優勢以來最高佔的記錄這次呢 中長模在去年六月就沒做 台積電的黨署長 嚴重在科技三業界 以願化罪的堅重 川總統會議兩人務 第一次請代表團 將這幾年來推動所有社會 和所有國家的割心和成功 清楚團達好APEC的成員 第二次要分享 我們希望我們的保養成功 和應促成長的經驗